新北欧女神打多了 我看俄罗斯方块都谈没情目秀的 大家好 我是童小师 欢迎收看我的视频节目 15年前一款名为北欧女神1的作品 凭借其华丽的联机系统 以及感人之深的剧情发展 给我留下了无限美好的回忆 不过万分可惜 自2008年起 这个原本极富潜力的游戏IP 无奈地迎来了被公司血藏的命运 让一众游戏爱好者唏嘘不已 直至今日 正是因为抱有这份遗憾 加上对老游戏满满的情怀 让我于系列宣布重启的那个瞬间 便下定决心要购买他们的最新作品 北欧女神极乐世界 以下简称为新北欧女神 但在游玩时 我的心情不断跌落 东京老师可以负责任地说 本作是2022年至今 我玩过的最畜生的游戏 且没有之一 那么新北欧女神究竟烂在哪里 相信你看完本期的评作后 一定会得到答案 好了 废话到此为止 让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节目 熟悉东京老师风格的观众们应该清楚 不管我至于作品的愤怒到了何种程度 我都愿意优先介绍他们的长处 除了时刻提醒自己 不要单纯的为了吐槽而吐槽之外 也是真心希望能够做到 客观公正的去介绍一款游戏 实话是说 北欧女神极乐世界的动作部分 绝对称得上可圈可点 虽然制作方SoloEye工作室名气不大 但老玩家们应该不会太过陌生 她的创始人是 忍者龙剑传之父 刘酸连 把缘半信 而组员也多为老忍龙的制作成员 正因如此 本作无论是打击感 又或者动作系统 几乎都无可指摘 尤其是后者 玩家们更是能从中体会到 老忍龙组 颇为不足的制作功力 他们以三国无双的CG系统为底色 即通过普通攻击和重攻击的特定组合 发出指定的招数 于此基础上 在为新北欧女神注入多种攻击套路 其中包括但不限于防法 剑切 终结剂 急速闪避 子弹时间 魔法技能 英雄召唤 武器双切 属性克制等等等等 而且需要强调的是 动作模组和套路虽多 但于实际操作中 却丝毫不会让游玩者感到复杂和繁琐 招数与招数间的衔接也极为顺滑 单凭这一点 便足以看出索拉爱工作室 与动作演出层面上的硬实力 他们不愧是ACT方面的专家 此外有北欧女神2 黄金太阳 光明力量等作品的音乐总监英婷彤 所操刀的BGM 也给我留下了异常深刻的印象 贯穿整个游戏的磅礴配乐 凸显出了神话本身 以及人神交战背后的实时感 但以上两个优点 却迅速被游戏的诸多缺陷所淹没 首先角色人设就让人一言难尽 既然游戏叫做北欧女神 那你好歹要有个女神来撑场面吧 可制作组呈现给玩家们的 却是一个身材矮小 脸部水肿 嘴唇肥厚 跑步还爱学火影忍者双臂厚飘的乡下村姑 坦诚的说游戏中 我曾不断劝说自己要学会接受新时代的美 但面对一次又一次的世界冲击 我不得不怀疑本作的美工 是否具备最基本的艺术素养 又或者是受到了希望政治正确思潮的影响 再加上女主的声音 与其嘴型大问时间都无法匹配 更是急速拉低了我对游戏的好感 倘若不是为了情怀 我肯定会在游戏的第一章变光速退坑 如今回想起来 彼时我就该狠下心来 全当400块钱掉水里了 也不至于最后既破财 又浪费了宝贵的时间 出去拉跨的人物设计把游戏的整体画面效果 也是不尽如人意 远景全程虚化直接开摆 近景则是一股子带着塑料味道 细节不足 缺乏变化和质感的廉价素材们轮番上阵 是要将省闲进行到底 倘若不说这是北欧女神的话 我估计大部分观众都会以为 今天要评测的是某款国产网游 其次我是万万没想到 曾经以扣人心弦的剧情 著称的北欧女神系列 其新作的剧本 会如此平淡如水 波澜不惊 主线剧情不到60个字就足以概括 不得不说 格林童话都比你们这破剧本刺激 人家至少还有点起伏 而新北欧女神 则是连最基本的戏剧冲突都给你pass了 与此同时 作为剧情重要补充 用于丰满人物形象的英灵故事 其寒酸程度更是离谱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要知道哪怕是二流乃至三流游戏 在讲解游戏背景的时候 也多少会放上几张插图 甚至是制作一个短小的PPT 可反观北欧女神极乐世界 竟然只给玩家们留了个语音包 平常我连微信的语音留言听着都头疼 技术与资金上的不足 粉丝们多少还能理解 完全能够做好的事情非要敷衍 你们不但骗玩家们的钱 你们还侮辱我们的智商 我看今天谁来洗这个游戏 谁敢洗我就敢骂谁 最后也是本作最逆天的一点 无聊到极致的关卡设计 在讨论之前 我必须先给钢铁崛起道个歉 我不应该指责你们堆怪 因为单就堆怪程度而言 钢铁崛起在新北欧女神面前 连提鞋的资格都没有 后者窃窃窃窃的做到了 主线不够用怪凑 支线不行用怪凑 时常不足用怪凑 三步一波怪 五步两波怪 十步遍地怪 关键节点全是怪 短短12个小时的游戏时长 无限重复打30分钟怪 看两分钟CJ的脑残循环 都说隔壁三国无双的可玩性差 可再差人家也知道 在关卡里添加特殊事件 整点波折出来 以求不让游戏体验太过于单调 再差人家三国无双 也有海量的英雄可供使用 回头看你们这破北欧女神 从头到尾一个角色 搭配四个英灵 除了打怪 其他的什么也做不了 游戏到了中后期 加个解谜玩法 即便让我推推箱子也好 新北欧女神打多了 我看俄罗斯方块 都没情目秀的 托尼老师太心痛了 一方面我感慨于 厂商的下作与无耻 一款绝对的三流游戏 他们却敢于把价格 定在479港币 约合436人民币上 纯纯的3A标准 谁给他们的勇气 另一方面我更是哀叹 年少时的白月光 如今已经被SE 糟蹋成这副模样 而且如此龌龊的骗钱方法 必然会将北欧女神 拉入到无尽的深渊中 或许有生之年 我都再也看不到 她重获新生的那一天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 喜剧是将那些 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 悲剧则是将 美好的事物毁灭给人看 毫无疑问 北欧女神极乐世界 是一出悲剧 它敲碎了我对这个IP 一切的期望和想象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我是托尼老师 我们下期再见